那原因就是朱立倫 上一次主席選舉 沒有過半的人支持他 大概只有百分之四十五 而且沒投給他的人 其實對他很不滿 總是覺得他不夠強硬 所以這一次 我們這兩個選舉輸掉之後 其實我也收到非常多人來 跟我反應 就是覺得朱立倫要硬 不然他甚至我們那個區 有一個社區傳訊息說 以後叫朱立倫不要來我們社區 都講得很硬 所以我認為他這次真的有大傷 真的大傷 因為他現在身邊的那個發言人 好像都一直幫他切割 就是說這兩個選舉跟他無關 其實越切割 其實真的是越傷 因為他們現在有一個 他們現在有一個一個想法 就是說我跟以前切割了 2022才是我的重點 只要我2022打好了 我就有未來 可是我覺得 妳把支持者當傻瓜 對 我覺得沒有那麼容易 我只要講一個名字 大家就知道我的意思 吳敦義 吳敦義那時候 在2018年是我們黨主席 我們2018年選得非常好 吳敦義後來2019年 他有總統的機會 也沒有 為什麼 因為形象是一點一滴的累積 那朱立倫就是說 你這次你累積的形象 就是跟你以前人家對你的印象是一樣的 就是說好像遇到事情就沒有在第一線承擔 那我的我的瞭解是可能那一句 就是最傷人的那句話 什麼就是說 這是過去 就是那個選舉是過去設定框架 這句話最傷 這句話好像不是他講的啦 就是說他並不知道有這句話 對 就是說他當然事先可能知道大概方向 可是可是這句話事先可能是不知道 所以但是他必須要承擔 是 那如果已經被他貼上標籤說 你老是切割 你沒有站到第一線 是 我覺得其實對他的形象也不好 所以逼宮 我覺得不會發生 大概還會在吵 大家會罵他個幾天 但是之後還是必須靠他繼續往前走 那也希望黨中央可以振奮起來 然後給支持的希望 否則現在民眾黨旁邊虎視眈眈 現在很多人都在帶風向 都說國民黨不行了 柯文哲才厲害 什麼要吸引討厭民進黨人去民眾黨 我覺得這是我們最大的影響 即使朱立倫下臺 問題誰能夠接 現在你有看出國民黨的希望嗎 其實國民黨即使不行了 這些人也不會跑到民眾黨 因為民眾黨更不行 所以不是兩個西瓜挑一個比較爛的 那國民黨其實他今天會這樣 我想我們在座大概不會有人認為說 國民黨因為這樣子就會有改變吧 應該不會 就國民黨從2014年縣市長大敗以後 應該是在更早 更早一次大敗以後 其實每一次都說要檢討 然後每次都出來吵一吵 吵完之後沒事沒事 大家都沒事 就永遠那個戲碼不停地重複 對 然後演得也不膩 很奇怪 我們觀眾看的都有點煩了 就國民黨現在是像一個什麼 就國民黨曾經是一個大戶人家 裡面有很多的少爺 有很多的姑娘 然後呢 這個查來身手 犯來張口 可是現在已經破落 家道中落了 可是裡面還是一堆少爺 每個人還是一樣 查來張口犯來身手 沒有人要去賺錢 沒有人要去工作 這是國民黨現在的問題 每個人都在講 每個人都在講結果 可是造成這個結果 原因是什麼 比如說像台中市長部主委 林敏林 昨天出來罵盧秀燕說 你到選前一天才出來站台 你如果提早個五天 十天就好了嘛 可是林敏林 你講的是結果 那我問你 盧秀燕為什麼不去幫 盐寬恆站台 站不上去嘛 你推這種人 你叫我怎麼站台 我年底還要不要選舉啊 你今天如果 你台中市 是退一個形象 專業能力都還不錯的人 即使是個新人 我相信盧秀燕 也是從頭挺到尾 因為支持他 就算他沒當選 但是他不是包袱嘛 你站在盐寬恆旁邊 經過這場選舉的檢驗之後 多數人都認為 盐家現在是個包袱 他不是資產 你站在他旁邊 你還要不要中間選民票 你還要不要年輕人的票 所以盧秀燕不敢站 可是林敏林只講了結果 他不敢講 那原因是什麼 那林敏林 你自己是紅派 長期台中就你們 紅黑兩派的政治分章 那這是原因 問題是這個原因 有沒有人知道 很多人都知道 有沒有人敢講 沒有人敢講 有沒有人想改變他 沒有人敢想改變他 黨中央也是一樣的道理 講這些都廢話 問題是今天 不是沒有人能當黨主席 當我在補選前 我聽到國民黨 因為傳出這種聲音 就是哎呀 現在也沒有主席了 就朱立倫繼續這樣 我就知道這個結果就是這樣 因為不是沒有人能當黨主席 是朱立倫如果下來的時候 是哪一個黨主席 誰接的起來 誰誰願意出來 我這樣講 誰願意出來 民進黨2008年慘敗的時候 誰跳出來接 一個誰都沒想到的人叫蔡英文 把民進黨帶起來 從廢墟裡面重建 當時誰看好蔡英文 沒有人看好蔡英文 開中常會的時候 那些中常委 罵蔡英文跟人罵小孩一樣 人家撐過來 所以他現在當總統還連任 史上最高票連任 那你國民黨有沒有這種人才 沒有嘛 對 藍妹妹姐 所以這個相對看起來 朱立倫的困境 那你如果說林敏林去檢討 這個這個盧秀燕 那不是更好笑 他是操盤手 那現在呢 他如果說要朱立倫 再去找什麼盧秀燕 跟這個這個侯友宜等等 盧秀燕在這次 不就是他們把他惹毛了嗎 朱立倫把盧秀燕給惹毛了 所以這個根本就是一個 非常錯的藥單 你根本沒有找到 病根是在哪裡 那個病根是什麼 病根在國民黨 你的路線是什麼 你的價值是什麼 你對台灣人民 你給的願景是什麼 我們都沒有看到啊 你的路線 如果說你一直是被森蘭的綁架 你但那個九二共識 存廢都不能討論 你這樣被綁架 那九二共識已經是 被人民唾棄的東西了 你也看到習近平的 在他任內 他一定是對台灣的壓力越來越大 你要走青中路線 你不是死路一條嗎 我當那一個抗中寶臺四個字 我可以告訴你 你們永遠就跟中央執政權絕緣 我現在就可以給你一個預測 很簡單 因為沒有人喜歡去接受一個會開門意到 跟要吞併台灣的政權 接近走在一起 甚至線內投降的政黨嘛 所以國民黨你這完全就不可能 你不可能是失去了中央執政權機會 你也失去了未來嘛 這第一個第二個請問一下 你們在對內呢 對內其實今天不只是嚴寬能 我覺得嚴家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 再下來張家呢 再來富坤其家族要不要插了蛋 他標示了什麼你知道嗎 標示了時代真的在改變 人民對傳統的派系政治 他一金勢力有多麼的厭惡 如果你繼續派系分贓肉桶政治 這樣子跟這救勢力來把持 你不敢大開大合 你不敢去切割的話 對不起 你不只是在地的這一席保不住 你政黨的形象整個垮台 不就是這樣子嗎 你以為這次傷的只是中央選區嗎 只是傷的士氣嗎 你是告訴大家國民黨就沒辦法嘛 你就是你就是把派的派的地方嘛 你就妥協嘛 你就是沒有招架於地那你有政黨形象嗎 第三你的運警是什麼 你剛才說要挖起來 要硬起來什麼 硬是怎麼硬 我告訴你 你可以很溫和 可以很堅定 你的意志是硬的 你的路線是硬的 你保家為國決心是強硬的 我的政策論述非常的有道理 我敢跟民進黨做政黨政策的辯論 競爭向人民說 我的態度是堅定是硬的 這種硬人民會歡迎 可是你的硬撥是什麼 逢律必反啦 我能夠扯後腿我就爽 你這種硬在幹什麼 四個不同意 這不是已經很明顯了嗎 國民黨單單之前的這個公民投票 已經在地耕耘了一年有了耶 口語傳播都這麼多耶 為什麼在民進黨直求對決論述之後 你們還是輸 很簡單 因為你們沒有一個完整的論述給人民 人家覺得你為反對而反對嘛 你說在這次罷免 Freddy這個雖然同意罷免的高於不同意的 可是對不起喔 你的那個地方本來就是藍大於綠 當初國民黨的盤算是什麼 哎呀只要這個這個當初同意這個公民投票的出來 Freddy就被罷免了 為什麼沒有很簡單 第一你們內部不團結 第二你師出無名 你沒有正當性嗎 我中間選民為什麼要出來呢 所以包括這次中二選區 你們罷免陳柏惟有道理嗎 結果你們推出個嚴加 那是什麼樣子 那當然是大家 大家覺得很火大嘛 因此你的強硬 如果是不得法的 如果說我只是扯一下民進黨的政府的後腿 我只要是對民進黨拍拍狗 我甚至在國會全五行 我逢律必反 我很硬 我告訴你 你這種硬 你就是被申籃綁架 你就失去了中間選民 你同樣也是失去了未來進族的機會 所以最後一點就是說 你們每次都講得很好聽 我們要跟社會對話 我們要讓年輕人有希望 我問你年輕人在國民黨那種大宅門的文化 將綱文化之下 排之論背會有出頭天嗎 或是講一些話 孩子你知道什麼 甚至把你開除黨群逐出去 那你說年輕人會支持你們嗎 所以如果說你找不到你主流的價值 這種民意的路線 那你也沒辦法跟地方派系來斷根 你也提不出好的政黨的主張 領導者又沒有統合的能力 又沒有承擔的決心 面對黨內深難力量的綁架 我又不敢說 我拿出一套論述 或說來個政策大辯論 統合出來共識 遇到事情到最後我還要做切割的 那我請問你這樣子的國民黨 你到底期待什麼 那民眾黨也許虎視眈眈 可是我覺得悲哀就在這邊 因為民眾黨更是就像阿晃所說的 也沒有主張 那到最後最後是怎麼樣 最後就是一個 你看到臺灣就是 我們希望有個健全的兩黨政治 可是一個中心思想不明 同時最重要是臺灣主體意識不清 然後而且對內又沒有辦法好好的民主化 又沒有願景希望的政黨 那對臺灣的政黨政治也是不好 我們說小範圍來看 如果說國民黨繼續是看中的 那派系的八萬票 恐怕會失去的更多票數 不過國民黨甩不掉派系 因為他眼前 眼前他要維繫住地方政權就是派系 這短時間之內無法改變的 可是國民黨的比較 其實講那麼多 就一個很簡單的兩個字 淺欄 誰可以領導國民黨 看國民黨誰能夠把淺欄的找回來 國民黨為什麼會落到今天這個地步 被申籃綁架 先不要講中間選民 因為你的淺欄不見了 淺欄都跑掉了 不敢叫朱立倫 不敢叫韓國瑜 不敢叫趙少康 不敢他叫什麼名字 這幾個人裡面 誰可以把淺欄的找回來 你先把淺欄找回來 你再去講中間選民 你連淺欄都找不回來 你就不要講中間選民 你連淺欄都摳不回來 你現在就只有申籃 你還要講什麼 你的兩隻腳裡面 你斷了一隻腳 你只剩下一隻腳叫申籃 新黨化 對啊 你還要講什麼 任何一個人 現在領導國民黨 就是被申籃綁架 對啊 就是這個結果而已 更不要講本土話 國民黨本來就不走跳路線 國民黨是要走偏統的路線 我如果我有講錯嗎 有沒有人要反駁我 國民黨現在不是在走一個偏統的路線 對 兩黨競爭就統獨 統獨今生 民進黨為什麼可以跨過中間線 就把它修正回來 變成維持現狀 我曾經是國民黨的路線